让生命恢复纯净我借邪淫两个月后的体会 作者 火凤凰 这一年多来 我很少自慰 大概一个月两次吧 也是受那些所谓性学专家的蛊惑 认为适当自慰可以调节身心 保持身体的健康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 上了借邪淫网 认识到不仅仅同性恋 婚外恋 嫖娼是邪淫 连自慰也是邪淫 看了网上这么多朋友的倾诉 看了历代大德对邪淫的开示 我决定戒除自慰 因为我平时自慰不是很频繁 所以我很容易就做到戒除自慰了 但我平时有个坏毛病 喜欢义淫 睡觉之前幻想和各种女生做爱 这个毛病基本上有十年的历史了 我今年24岁 大概14岁起就有义淫的病根 我决定彻彻底底的戒掉邪淫 包括自慰和义淫 这两个月以来 我没有自慰 也莫有义淫 头脑里莫有淫念 两个月过去后 我绝对自己的气色和身体比从前好 平时昏昏沉沉的头脑变得比较清醒明朗了 上周单位派我到下属的鸡个公司调研 早上到处跑 收集材料 下午回来写报告 依然很精神 昨天下午打了一下午的篮球 精力极为充沛 而且出的汗水也比一千少 离开球场就不出了 以往会出很多汗 离开球场还要继续出20分钟 很多人都在强调戒除自慰 可是很少有人说连义淫一起戒掉 其实 自慰的根子是易淫 看到美女 看到毛偏起了淫念 全身燥热 就很难不自慰 不去找小姐了 儒家的大学说得很好 诚意正心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基础功夫 做心地功夫最重要 如果不从自己的内心去修正 不从心里去忏悔 即使暂时借得住自慰 也不会维持多久 即使维持住了 内心积压的浴火也足以让人做出很多颠倒迷乱的事情来 我觉得 要戒除邪淫 平息浴火 就应该常常关照自心 让自己的心念平和中正 不该看的东西 比如不正当的图片 小说 VCD就不要看 而硬多看一些圣贤高僧大德的传记 以此来讨也自己的心性 看看这些圣贤祖师是如何克己赋礼 一不一个脚印 超越自身 最终成就自己的理想人格的 孔子说 少知识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以前看论语的时候 不觉得这句话的重要 整天纵容自己自慰 意淫 看毛篇 看黄书 以致做出些愧对天地良心的事 现在回过头来看 圣贤的话的却是千古不易的 我想如果我二十岁那年就能接受圣贤教育 了解邪淫的坏处 那么我这四年的生活品质会高很多 不过亡羊补牢 未时未晚 戒邪淫两个月后的第二个体会是 每天会有一段时间 一个钟头一或两个钟头 人感觉到非常的安详自在 这种感觉是我活了二十四年从未体会过的 万元放下 一心不乱 天地万物各显其妙去 人也融入到自然中去 我记得陶渊明有一句诗 山气日西家 飞鸟相宇玄 当时读书的时候不甚明了 现在终于体会到这是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无我之境 孟子说 养心莫过于寡欲 当我们逐渐从自己的欲望终结拖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整个世界会比以前可爱得多 白天会白 黑夜会黑 飞鸟会飞 落夜会落 一种道法自然的境地 第三个体会是 逐渐体会到诸法无常的道理 身如巨墨 心如风 成败或福都是空 我曾经是一个很崇尚功利的人 以前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 女人 钱财 地位 现在这种功利心有些淡化了 每天快活很多 不像以前那样伪得失荣辱去劳费精神了 人最放不下的就是财色名利 通过借邪淫 我们先破掉色的束缚 然后再破掉财名利的束缚 做一个洒洒落落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王阳明有一句诗 丈夫落落先天地 岂能束缚似穷求 无始以来 我们都被自己的欲望束缚死了 任望未真 所以过得不快乐 当我们通过修行 逐渐抛弃掉欲望 我们会发现自己会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清安 我觉得修行是逐渐摆脱私欲的过程 人身难得 我们千万不能做自己欲望的奴隶 我们都是可以成佛做祖的人 是可以成圣成贤的人 怎么可以局限在自己的欲望里面呢 如何超越有限的生命 顿悟到无限 用功的地方维系于一心 神秀大师祭子云 身似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秦服侍 莫使惹尘埃 很好地为我们指示了用功的途径 时时秦家服侍 永保心地光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